今天來介紹一下市面上幾款比較常見的計時器 首先看到畫面上這一個是官方速碟杯SpeedStack 這個已經出到他們的第四代了 如果你從第一代 第一代它是連這個墊子 然後二代是直的 三代是直的 然後它一直到第四代呢 它首次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它把原本是擺平的這個雙手 把它弄成是要髒 有點微髒開這樣子 本來是這個樣子 變成是這個樣子 至於這樣子對於速解有沒有幫助 我覺得多少是有 因為你可以很快的有點像是賽跑 起跑前那個動作一樣 就有點往前傾那種姿勢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它是到小數以下第三位 不過WCA到目前為止它還是只記兩位而已 所以第三位是省略掉的 這個要記得 好來 看一下它燈亮的那種感覺 是不是覺得還不錯 不會太刺眼 就是看得到一個亮度這樣子 有一個燈在閃爍 好再來就是這個 它有儲存的功能 轉出一個秒數之後有沒有 然後你就按Safe 好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存在哪一個欄位 好我選擇在1 然後再按住Safe 就可以把這個秒數把它記在第一個欄位這樣子 OK好這個時候你把它關掉再開 好你把它關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誒我的秒數是這個 所以如果你轉出不錯的秒數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把它記在機器裡面 OK好來 然後它的電池是吃兩顆4號電池 4號就是AA啦 然後鎖定的方式是用一個螺絲 把它鎖住這樣子 比較不會說因為撞到就掉下來 好然後這兩個洞呢 它是用來扣住他們專屬的那個電池 因為他們官方出的那個電池 它會有兩個塑膠扣 就可以把它固定在那個電池上面 在比賽的時候很激烈 有時候有可能會因為這樣子計時器 在敲的時候把它移動 好這個是官方的部分 然後它的輸出孔 資料輸出孔這個是2.5的 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它接到大顯上面 這個比賽的時候也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買大顯 你會附這樣子一條線 這是2.5的輸出孔 這是3.5的輸出孔 就是我們一般採用的那種耳機孔 3.5的 然後這是2.5的 這樣子的線 你在那個電子用品店是買得到的 就是2.5轉3.5 好你看插上去之後 馬上就顯示它的描述了 OK就是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東西 是因為有些人是會想要用計時器 連接到電腦 然後那個之後我們再另外講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款 這個是賣得非常好的一款 QJ 奇蹟啦 奇蹟魔方 它也是一個魔術方塊的廠商 不過它最近這段時間 比較少出魔術方塊相關的產品 大家比較熟的還是他們是做計時器的 他們應該也是第一家 就是出副廠計時器的 好 那你說為什麼 Esser也只能用官方為什麼還要買副廠 那當然就是因為比較便宜 好來這一款計時器它已經出到3代了 3代 不過其實2 3代的差別不大 所以我這邊就講3代就好 看一下喔 可以看到它的面板上面就比較簡單 Power Reset 它就沒有存檔的那個功能 好 而且它也是只有顯示兩位數而已 造型就是這樣子 直直的 比較像是官方的2代計時器 這樣子的造型 2代它也是這個樣子 它是用磁鐵磁扣的方式 吸住這樣子 那個時候的電子是有兩個洞的 看一下喔 它的燈還蠻亮的 而且閃爍的頻率就是 看起來比較不緊張 它的第一個燈跟第二個燈的間隔 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每一台的那個設定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大顯 這個也是2.5的孔 2.5 看到沒有 完全相容於那個官方的大顯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要這樣接也是可以的啦 有沒有 然後你會看到它就兩位數 所以它就顯示兩位數而已 這樣子 OK 提一下 它的電池 這個也是很重要 它的電池是兩顆4號電池 跟官方是一樣的 然後一樣是用螺絲把它固定這個蓋子 好 下一款 來 特別提一下這一支好了 這個是 泛芯計時器 各位應該聽過泛芯吧 它最近有名的是 做的那個水果系列做得非常好 不過它在早期它就是一家 算是三房的廠商啦 就是大廠去訪了一些作品出來 然後它再去訪大廠訪出來的東西 就是二度黃的樣子 所以它的東西就 坦白講就是成本上面是比較考量 所以做的比較粗糙一點 這個外型看起來跟剛剛那支就有點像 也是這樣子 簡簡單單的 然後這支已經被我放到壞掉了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 用料可能就還好 那我基本上我就把它當收藏 然後旁邊有輸出孔 接下來是 浴芯計時器 它有一代跟二代 一代是這一支 二代是這一支 好我們先看一代好了 很大支哦 它應該是目前最大支 好扣的方式跟官方是一樣的 電池也是兩顆四號 然後用這個螺絲把它扣住的 好我們來看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這個 嘿嘿嘿 它是有音效的計時器哦 它還有一個東西 好有一個B一聲 這還不錯提醒你說可以放手了 這個還不錯 好 嘿 你每一轉轉完 它都會給你一個鼓掌這樣子 對很適合 沒朋友的人自己在家裡面玩嘛 感受一下那個熱鬧的氣氛 好這個聲音是可以關掉的 關掉就沒聲音了 好這個音量就還好 但是如果在圖書館 或是教室就不適合 因為就很清楚 好它一樣可以存檔 它一樣可以存檔 它的這個孔是2.5的 我們來接接看 哦看到沒有 它的訊號完全相容 訊號是一樣 然後它也是 哦這個E它就已經是三位數了 可以完全相容 好這邊提一下 玉星他們自己有做大寫 在某一屆的小人賽我有用過 不過也就用那一次 因為我發現耐用度不太好 所以買那一次就放著 之後再把它拍賣掉 好這個是玉星的二代 有沒有感覺很熟悉 沒有錯 它就是直接致敬了我們的官方了 簡直就一樣了嘛 稍微大一點 然後它一樣有最重要的這個功能 而且它聲音比一代更紅亮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它的字字幕啊 然後這個顯示的字比一代大 然後排列跟那個官方 四代是有點像 大概就是那個就是有一個 取弧度變形這樣 好燈是長這個樣子的小小的不會太刺眼 而且閃爍的頻率也很快 看起來很輕快 這一點都不錯啦都不錯啦 好就這樣 好這邊333333這都一樣 好OK 電池一樣是兩顆4號 然後扣住的 好 來看一下怎麼接 有了看到沒有 完全相容了 還不錯啦 接下來是魔玉計時器 這個剛上市的時候我就有 拍一支影片來開箱了 然後有興趣去看一下 我這邊就簡單講一下 好它的外型也是比較特別 因為一般我們會以為是長這個樣子用 但其實它是要這樣 就有點違反我們第一印象那種感覺 它是一個倒三角形的 好這個孔是3.5的 然後兩個4號電池 它有自己的塑膠扣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釘在你要的電子上面 還算是蠻有彈性的 好看一下 好三位數 然後燈號是一個藍色一個綠色 但我覺得就有點刺眼 就跟剛剛QJ那有點像 好按停 來 然後看一下存檔 一樣好了 單單3,363 然後 摸浴,摸浴Timer 好我來接一下 看到沒有它是3.5的孔 所以我就試試看 看看它能不能用在我們的大顯上面 看起來是沒有 就這樣子它只是感受到有通電而已 好所以我們魔術劑子器是不能用在官方大顯 應該說魔術劑子器它輸出的訊號格式是自己的格式 它就沒有採用官方的那個編碼 好接下來來看永俊 前陣子出的計時器 一口氣出了兩款 然後這個是隨身版 這個就是一般版 我們先來看它的外型 是不是一個很像機器人 一個很像小馬錶 而且他們的表面都是做那種霧面的 那種就有點像幹員的敷面那種感覺 好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電池蓋 沒有用螺絲鎖住的 徒鎖就可以把它拿下來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特別要講的 因為其他的都用螺絲去鎖住 在換的時候不是很方便 一樣是用這樣子扣住的方式去固定 好 外型真的是很特別 它是往外張 是往外張 那這個方向跟官方那個是相反 官方是這樣 但是永俊是這樣 永俊是這樣 官方是這樣 那就看你覺得哪一種你比較喜歡 然後有一個更大的改良點就是 它的按鈕 有沒有 正面看不到按鈕 按鈕全部都做在側面 這一點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方塊比賽太常發生方塊去 按到按鈕 然後就導致那一轉成績不見了 所以它把按鈕全部都改到了側面 再怎麼樣方塊不會去按到它了 這樣子很好 好它的字很大 三位數的 來 好有沒有 還不錯啦 就是它的外表的那個質感是一體化的 就是它沒有 再另外貼一張明板 或是感應板 這樣 整隻是一起的這樣子 對 這個摸起來的質感都很好 不是一般塑膠霧面 這應該就是某一種塗層 然後是霧面的 但是它閃爍的很快 然後不會刺眼 這個都是要講的啦 一樣有存檔功能鍵 然後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計算平均 有興趣去看一下它的說明書 我來試試看 我就給它來個五轉 然後五轉 然後我按住它 一秒鐘 它會顯示前面五轉的去頭尾平均 還幫你去好頭尾囉 2秒是12次 阿3秒是什麼 所有 好厲害喔 好再來12轉 12轉 8 9 10 11 12 12 好 剛剛有了一個五轉平均對不對 按一秒會出現五轉平均 按2秒 會出現12轉去頭尾平均喔 也就是AO12喔 好 按3秒 這個就是 這台機器開機以來 到現在所有成績的平均 很厲害吧 這個功能 非常人性化 所以你自己知道你 測了五轉你自己 按住一秒就可以知道前面五轉的平均 你就不用再用計算機在那邊按半天了 這個功能非常的人性化 很厲害 接下來是這個 口袋型計時器 開機在這裡 開機 它一樣是整台都是那種 敷面的那種感覺 兩顆電池4號的 它怎麼感應呢 它用的是 這邊跟這邊的紅外線感應 所以你的雙手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再近一點 中間有一個燈會亮有沒有 應該拍的到吧 好燈亮了之後就可以開始了 好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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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按停 所以你甚至不需要這個感應板 你只要靠它近一點 就會有辦法直接做計時 而且 用起來感覺其實也是有點像的 有沒有 這個 這個這個 很不錯很不錯 比較不一樣的是它的 數字是那種 LED的那個 七段顯示器 跟這種 液晶的不太一樣 很可愛 其實這樣看你也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很像是廚房在用那種計時器 好它一樣有可以計算 5次跟12次平均的功能 有興趣去看一下它的說明書都有 還不錯呢 這個 加上這個 有沒有這樣一起 算是給 魔術雙塊的計時器市場 帶來一個很清新的改良 改變 完全就是站在玩家的出發點 這點真的不錯啦 值得嘉獎好不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能不能接大顯 然後它的孔是在這個地方 通常在這裡 他把它改到這裡 看起來OK哦 好可以 永俊計時器的訊號也可以直接上到大顯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那它會顯示平均嗎 這個就沒有 這個訊號他不認識 這個訊號他不認識 好 不錯不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口袋型的 我猜應該也是可以的 等一下這樣子要這樣接才對吧 OK的可以 最後是這個奇異 奇異不是奇蹟哦 奇異就是奇異魔方格的那個奇異 他們也推出了他們自己的計時器 好這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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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支算是最用心了 順便介紹一下他們自己的墊子 他們的墊子是可以扣他們的這個塑膠扣的 功能都在這邊了 告訴你了 可能就是存檔 這邊告訴你他有他們自己的大顯了 雖然說我還沒看過 有機會的話來看看好了 這個超級炫砲的外型 而且還有重量 好他的手一樣是讓你往內張 往內 就是手肘這邊往外張開 那種感覺 來打開 這邊這應該是燈 好一樣是三位數 不過他的字就沒有變形了 就只是把他寫著拍 這個好耶這我喜歡 這我喜歡他的字跑得很快 看起來跟官方的很接近 他的字跑得很快 好燈號長這個樣子 好一樣是有存檔 好扣扣扣扣 好用螺絲鎖住應該是兩顆A4啊 3.5的輸出孔 我覺得這次真的很好看耶 這邊還褒空耶 好 Time 1 Time 2 Time 3 好這個字就跟官方那個一樣 不過我覺得他洗這個 他的變形不夠大 看起來就只是把字排上去而已 Time 1 Time 2 Time 3也是一樣 他沒有他沒有曲線的感覺 外型可能很好看是真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接大閃 好鬆喔 好鬆喔 感覺不太妙 好看起來沒有 來再試一下 好沒有 我用這個一般的3.5的訊號線來接是沒有 沒有訊號 但是他只有一個燈在亮 對一樣沒有跑 這個燈在亮 就是大閃只知道有東西督進來 但是他沒有吃到任何訊號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 我換了他們之前單獨發售的這個訊號線 看起來就是一般的耳機線而已 但是我用這個來接的話 就可以了 所以是這個線他有處理訊號嗎 這應該也只是遲緩而已啊 好看到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把奇異計時器來接上官方大閃的話 那你要另外買這一條線喔 這個計時 喔這裡好厚喔 這樣看起來超厚的 目前市面上比較主流的幾款計時器齁 就在這邊了 你在版具或是比賽 你應該也會常看到玩家拿出他們自己在用的計時器啦 那我就這邊就一口氣幫各位介紹齁 就是這幾款 這個 這樣擺 還有吧 好啦 QJ 開不進去啊 好 來我們每個都給他開機來跑跑看 好的 以上這個 各位看到了 就是目前市面上比較主流的 應該可以說所有的 魔術方塊專用計時器都在這邊了啦齁 好啦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就在影片底下留言啦 那我時間我就盡量去回覆啦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這個計時器的介紹到這邊了 那就 下次見啦 掰掰